梁艾翔中原部落巴蘭生活園區 用作教學的傳統家屋 過去因年久失修不堪使用 在透過中興大學 USR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與部落共同修繕後 部落主人進行簡單的欺負儀式 重新啟用 那家屋其實在原住民來講 它是一個很連結 所謂族人之間的情感 那今天有很多活動 就是圍繞這個家屋 大家來舉辦 那這個是等於是中興大學 USR計畫支持的一個 跟部落合作的一個活動 這次比較特別是不一樣是 除了修復整件 幫這個家屋重新修上完畢之後 他也是希望說 可以透過這次的建 修建 然後由中興大學這裡 幫我們做一些紀錄 然後我們再把這樣子的紀錄 透過今天的這個工作坊 希望說可以除了是紀錄之外 然後也可以交給部落的孩子 做一個傳承 由於過去傳統文化中 舉凡狩獵織布或是傳統倫理 各種文化傳承都是以家為本 因此中原部落建置傳統家屋 主要是作為部落裡文化傳承的基地 也經常安排各種文化課程 讓部落小孩體驗學習 體驗的話就是一些安排的一些課程 最主要的第一個就是傳統家屋的製作 然後再來就是獸類文化的一個陷阱的製作跟一些體驗 然後再來一個藤邊的一個製作教學 然後來傳承我們的一個賽特客組的一個傳統文化 中原部落傳統家屋修繕完畢後 不僅再次活化部落文化教學場域 未來的文化學習課程也可以讓孩子由傳統家屋開始 認識自己賽特客文化 原視新聞No 南投仁愛 採訪報導